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请翻开《大圣庙法年华经》讲义第365页 我们上次讲到364页的经文 其家广大唯有一门 这一门就是要解脱之门 解脱生死大海之门 现在我们继续看这个批育品的批育 这个三界火宅 这个火宅的批育 我们来看经文 三百六十五页最后 多诸人中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 只住其中 堂格朽固 墙壁颓落 住根腐败 两栋轻微 这个就是在讲我们三界火宅 这个火宅 它都快要朽坏掉了 墙壁也快要脱落了 连柱子也快腐败 这个梁 梁洞都要轻微 这个就是在讲 我们现在所依的三界火宅 反而是很不安的 是败坏不安的 是无常的 我们这个气世间 就是我们这个素佛世界三界 这个三界 就好像水的泡沫一样 一下子就没有了 大家一定要常常这样子的观想 其实学佛 学佛没有什么 就是要把它真的放在心里 把这个佛陀的教法 佛陀教法 其实它主要的主干 是很主要的主干 是很单纯 就是在讲无常苦空无我 讲初离 讲菩提心 讲空正见 这就是它的主干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主干 放在很老老实实的 放在我们心里面 不要在日常生活里面 还是还是离开这个主干再走 那个我们什么叫义工呢 就是要把义礼放在心里的 行持的 好 这才算义工 好 这才算义工啊 不然你当义工 都还是 没有把义礼放在心里 那这义工就不成为义工 好 我们一定要常常把这个无常 放在心里 我们所住的这个外面的气之间 跟我们这个 就是正 外面的衣报 跟我们的正报 都是无常的 那这个批语呢 这个讲的是很好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下面 下面的经文翻过来 周渣巨石忽兰火起焚烧色宅 好 这是三百六十九月经文 忽兰火起 这个忽就是以前的忽 古代的忽 我们众生他不知道 现在这个三界火宅啊 好 三界火宅是不安的 现在是忽兰火起 忽兰火起就是在比喻 好 现在正在受生死的 这个苦的逼迫 生死苦的逼迫 众生正在受到这个生死 轮回苦的逼迫 好 这个是一个很 好 让我们能够警觉 所以我们晚课内容里面就有 就有说 我死日已过 命亦水捡 如扫水鱼 湿有何乐 今天已经过了 命又捡了一天 有什么好快乐的呢 好 就好像扫水的鱼啊 这鱼的水越来越少 有什么好快乐的呢 嗯 我们那个 食音师它旁边 有个小鱼池 那鱼池 我每天 我常常 以前常常替这个鱼 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鱼池 当初做的没做好 它会漏水 下面会漏水 好 所以 它一旦进了水 因为我们是喝山水 一旦这个水源 有点什么状况 临时没有水进来 不出三天 不出两天 两天之内 如果水没进来 它这个鱼就快死掉了 可是我们山里面 去哪里拿水啊 如果你这个水源 水管没弄好 两天内没弄好 这鱼就死掉了 鱼就死掉了 就会 它就会 嘴巴就会在 在那个上面 摸摸摸 就 很辛苦 它很 它不知道 这鱼不知道自己 生命是这么脆弱 它的环境是这么 不稳定 鱼本身不知道 最近又是传染病 鱼的传染病 我们鱼又死了一大堆 所以心里感受到这无常 这无常 可是我们人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还会为了眼前的事情 一直在争 在争 以前我有听过 有一个法师 他来跟我们谈 其实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我们就要感觉得很感恩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觉得很感恩 我们要把自己的最 这个 我们的需求最低标准 就在我们的呼吸间 这呼吸 我们还能呼吸就觉得最快乐 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都是多得的 那这样子你每天都会活得很快乐 就是我现在还能喘这一口气 就觉得说我还有福报 还活着 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那其他剩下还多出来的 我就觉得已经是 是我多的 我多得的 心里这样子如果是这种心情在活 会活得很快乐 我们来看这个下面 长者诸子若时二时或至三时在此宅中 这是这个大长者 他的小孩 有这么多小孩 十二时或三时在这里面 这个是在比喻 十二时三时是在比喻 像十可能就在比喻大圣总性的菩萨 二时就比较比喻这个独觉 就是圆觉 三时就比较比喻这个声闻 因为声闻甚至比较多 能比较多 再来是圆觉神 圆觉他还是胜过声闻 在他的修行的这个次第上 他还是胜过声闻 是胜哪一部分呢 胜过他哪一部分 就是胜这个席气 这个圆觉圣的人修十二因缘法 他的席气 还会就是也会淡掉一些 会比声闻的人 他的席气会少一些 是这一点他胜过声闻 那么大圣总性的菩萨 他更胜过二圣 那是因为他的菩提心 菩提心胜过二圣 但是呢 现在讲的这个呢 都是蓝行道 那么我们的异行道 就是指我们的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就直接让我们 抄离这个生死大海了 就直接横抄三杰 他并不用马上要断 见世恶祸 正罗汉 不一定要到这样 你就可以直接 离开三杰轮回 这是我们念佛法门 最殊胜的地方 前几天接到一通电话 有一个老菩萨 一直跟我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他在禅修上面 有蛮多的一些感触 一些经验 他想跟我分享 我也很欢喜 但是呢 因为他都比较会在气脉上面 在执着 他的气脉 怎么样热气怎么跑 身体怎么大震动 然后 甚至于他也会经历到这个八处 八处就是准备进入出禅的 那种 几个震动 这些呢 他都慢慢都在经历 那我跟他 我是跟他讲说 这些 这些从某个角度上是好事 但从某个角度上是很不好的事 为什么呢 当你一个禅修 禅修是 他说他禅修啊 他说他念佛 练了一两年都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你一打坐就 很多角兽就有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南传的人 南传或是甚至藏传讲禅修的 或是讲禅中的禅修 他们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那是因为他们这一打坐 马上就 很多角兽会出来 好 我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去参加禅修 那一下子 我在家人就参加禅修的时候 哦 那个角兽很快 那很快 当我们觉受很快的时候 你身上 因为那个禅修 你的身体会稍微好到某个程度 但相对的你也忘掉了 你还有很大的业障还没消 你也忘掉了这一点 可是 因为我们禅修的关系 我们身体很好 身体很好 你还背得动这些叶 这些叶 你还有这个身体这个阳气 这阳气还可以把你撑得好好的 就好像背了很重的石头 很多重石头的人 你的身体很健康 你背石头可以背的 比较可以背得动 可是当你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你石头背得动吗 背不动 所以念佛呢 拜颤 拜就是 我们礼佛 拜颤 忏悔 忏悔业障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把我们的叶 身上石头慢慢 慢慢的化掉 丢掉丢掉 叶静了你就身心的轻松了 那是自然的心安 因为你的身上背了叶 我们的 国际累世的叶都慢慢消了 你身心就慢慢打开了 好 我们的智慧就慢慢开了 那个是 那个是本有的 你本有的 你不用刻意去 去 刻意去修炼的 你本来就有 你只是慢慢拜 慢慢拜颤 你的身心的乌云啊 我们那个外在那个脏的乌云啊 慢慢拨开 拨云见日 只是这样而已 只是这样 但是 但是很少人会去体会这个道理 他一直在禅修里面 这不是不好 但是 因为我们毕竟末法时代的众生 他 因为医者善之士 非常的少 而且你有不能确定 他是真的善之士 禅修的 好 那 再来呢 在很 这条路上死人久错路 好 死人久错路 所以我还是很劝 说大家还是要 好 老老老实实的 你持戒念佛 好 我们 我有消夜而已 一夜不消 要怎么办呢 天涯海角 跑不掉啊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夜啊 没有地方跑啊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啊 只是时间啊 你把你的射身练到像仙人一样 可以在天上飞 可是你还是跟女动兵一样 躲不过五百年一次雷击啊 女动兵他五百年要被雷打一次 这是史书有这么记载 你看他还是躲不过这夜呢 他只是因为他的射身臭皮囊 他练到那么好 他有点福报撑住 那等到那福报想尽了 不就完了 那怎么办呢 嗯 消夜唯有依着诸佛菩萨 好 那这样子 那夜才有办法消 好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好 现在这是三界火宅 三界火宅 湖南火起 焚烧色宅 那么在这火宅里面有十二十到三十个长者的小孩 在这宅中 我们现在看继续看经文 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极大进步 而作四念 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稳得处 而诸子等于火宅内热灼兮兮 不觉不知不惊不不 火来逼生苦痛切 以心不厌患无求出意 好 这一段就是在讲 好 这一段就是在讲 这个大长者就讲佛了 好 佛呢 看到这三界火宅 好 火从四面烧起来了 好 从四面烧起来 好 好 这个佛呢 他就为这个众生起这个大进步 他就这么想 我虽然能够于此所烧之门能够跑出来 但是我的小孩还在里面 我的小孩在火宅内热灼兮兮 他自己本身不知道 好 还觉得很快乐 不惊不步 火来逼生 我每天从那个山上下来 都看到河边的人在钓鱼 但就像这样子 热灼兮兮 不觉不知 刮风下雨也钓鱼 还有一次台风也钓鱼 还一次大太阳 中午大中午也钓鱼 他是拼命命在钓鱼 钓鱼 钓鱼是用拼命造的 有一次我去劝过他们 其中有一个 我劝他说你不要钓鱼 结果他跟我回答说 叔父啊 我跟你走的不一样的路 路走的不一样 那当然是不一样 一个往下走 一个不是往下走 不觉不知 不惊不布 火来逼生 火来逼生也不知道 苦痛切已又心不厌患 我们就是这样 无求出意 我上次有讲过 说玄庄大师在往生前 他讲的几句话当中 有两句话 非常的深刻 我们要厌离此 此生可恶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可恶 有如死狗 此生可恶 有如死狗 就是我们这个射身 我们一定要 要常常去观想这样 我上次 我上次看过这段以后 以前知道 现在又再看一次的时候 心里更深切 最近我常常把自己想成 此生可恶 有如死狗 很有用 真的很有用 我们会对这个五着二世 会越来越不去 不去给他 越来越觉得不重要 越来越觉得不重要 我们一定要这样子 慢慢去思考去思考 身心会 会 虽然不见得说到 怎么样很清凉 但是至少会放下很多 有些事情我们就不太会去执着了 好 我们翻过来 好 看经文 圣立佛 是长者做事思维 我身手有力 当你一个 若以积案 重设处之 父更思维 是设唯有一门 而父狭小 诸子幼子未有所事 念着戏处或当堕落 为佛所受 这次长者就这么想了 就这么想了 我呢 佛具有大慈悲 具有大慈悲 他能够离开这三界佛宅 可是呢 这些小孩他不知道 他有能力他可以离开 可是小孩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在开始在思维 怎么办呢 这些小孩子怎么办 那么这个房舍只有一个门 又狭小 而这些小孩子又很幼稚无知 又不知道 你要怎么引导他呢 他又乐着兮兮 贪念在这个兮兮里面 那这时候一旦 一旦一定堕落的 为佛所烧 所以这房子要倒了 而这小孩子在里面 又不知道房子要倒了 所以这个佛呢 他就在想 要怎么办呢 你要直接告诉他上 告诉小孩说 这外面 都是火在烧 他不会听你的 因为他只会 关心他 以眼前可以玩的玩具 他只会关心这个而已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你叫现在所有的众生 不要去吃海鲜 他只会关注他眼前海鲜 他不会去想 以后的后果怎么样 你告诉他说 你告诉他说 要赶快修出离心 他也不会去想 这个出离有多重要 他只会在这个 财圣民事税里面 就这样子 陷在里面 所以佛 正在有一个大慈悲 大愿力 我们那个修行 他正在培养我们的慈悲 跟愿力 要关照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五欲里面的 所有的众生 但是我们关照他 我们要帮他 同样的 我们要承受 他贪嗔痴的火 也会烧到我们 我们也会被他的贪嗔痴烧到 所以我们帮 帮一个众生 你要去引导他 你得承受 也要很多的包容 你要 同样你都是要去承受他的问题 因为他也会伤到我们 也会伤到 所以要当一个菩萨 他就等于 要有心理准备 要心理准备 他就是 就是会给众生受伤害的 比如说毁谤啊 或是 或是 你都要种种修忍辱 再怎么样 还是得帮他 这个是一个 要有的基本的心态 我刚刚在看这个高僧传 在上面看一个高僧传 又看到 再看 看那个会师禅师 就是我们天台祖师 第三祖师 第三祖师 第四个祖师是天台智者大师 那会师禅师呢 他是智者大师的师父 会师禅师呢 他一生当中 经常受毁谤很大很大 还有人要用毒去毒他 用下毒啊 要去毒这个会师禅师 毒呢 没有毒死 然后呢 要去 要害他 很多方式要害他 都没有 都没被害 都 都没有得逞 所以会师禅师他一生当中 真的是受尽苦难 到了晚年还比较好 晚年时候还是在南越 在南越 南越会师禅师在南越 那南越十年 他才真的度广度了很多的众生 但因为毁谤太大 毁谤太大 就离开他原来的地方 而往南越去 所以这个要帮忙众生 要救度这个娑婆世界的苦难的人 他的大菩萨他都要承受很多 所以这个佛呢 就在想 我呢 从这个火宅出来了 可是这个火宅只有一个门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要救度这些小孩 我怎么办呢 他就要有这个技巧 要有方便善巧 要有这个方便善巧 什么方便善巧呢 下面就在讲了 好 我们翻过来 我当未说不畏之事 此色已烧 以死即出 无令为伙之所烧汗 做事念已如所思为 聚告诸子 如等树出 父虽怜悯 善言又欲 而诸子等热灼熄熄不肯醒寿 不惊不畏 了无初心 一父不知 一父不知 何者是火 何者为色 云和为时 但东西走戏 是父而已 这段就在想 佛呢 想要救这些众生 但是他想的第一个方式 就是这个长者想的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把事情告诉这些众生 告诉他 说你要赶快出来啊 赶快出来 因为外面现在很多的灾难 有火要烧了 所以为他说这不畏之事 现在这个房子要烧起来了 此色已烧 已死即出 你要赶快要跑出来 不要被火烧到了 那佛呢 这样子想 也这么做 去告诉这些小孩 可是呢 这些小孩他不跑出来 为什么呢 父虽怜悯善言又欲 这个长者虽然很慈悲 他以各种方式来引诱他 来辟喻 辟喻这个苦 可是呢 所有的小孩 他还是不去 还是不去体会的 他乐着兮兮不肯信送 而且也不惊不畏 就是了无初心啊 他还是不会 危惊了 不会去怕 有一次我遇到 有一个那个 那个举重选手 举重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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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举重选手 这个杀生很重 可是他因为他身体很好 一直在举重 好 他是举重国手 我们的国手 国家的国手 后来呢 他因为他很喜欢吃那些 就是杀生 好杀生 好 喜欢吃那个活的生 有一天呢 他得到一个病叫培爪 培爪 是很痛苦的 哦 他是焦天天不硬 叫低低不灵 就一直叫 惨叫 那 培爪生了半年 你看半年很久 痛到他 他本来很魁梧 痛到只剩 他去看他的时候 他拿的拐杖 已经痛到没有力气了 身体已经是 好像 没有那么魁梧了 消瘦很多 后来 我们 我就跟他开导 不要再杀生 这样对你不好 他就真的 才真的会怕 才真的会怕 他这样讲完 很奇怪 这样讲完没多久 他也慢慢的就开始好起来 也遇到高人 也遇到一些贵人 会培爪的 有些人还医不好培爪 培爪也是不好医 他专家 也要看状况 有些也是不容易 一定要改过来 改过他的习性 你这样子才有可能 转你的业 要不然 你这业的跟不断 那你还是继续 以后更严重 这就是了无不惊不畏 了无初心 也不知道何者是火 何者为色 也不知道云何为师 也不知道他到底 会失去什么 只是东西在跑 在里面跑来跑去 在游戏 然后看着父亲 觉得很疑惑 在看着父亲 不知道父亲在紧张什么 所以众生很奇怪 他都在 都不知道我们在紧张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替他紧张 他不知道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下面的经文 耳时长者极作思念 此色以为大火所烧 我及诸子若不食出 必为所焚 他就在想 这已经要为大火所烧了 长者就在想 我跟所有的小孩 如果假设不赶快把他救出来 一定会被烧死 可是现在他又不跟他讲实情 他又不云不惊 他又不知道原种在哪里 所以我今当色方便 这很重要 就开始我们要转 此路不通 我们要想别的路 来救这个众生 我今当色方便 令诸子等得免施害 父子诸子先心各有所好 种种真万奇异之物 请必乐着 他就在想 我一定要想办法 想什么方便善巧的方式 让这所有的小孩 能够免掉这个 被火所烧的这个害 那么父亲就想到了 这些小孩之前 他之前都会想 想什么呢 想那些真奇 很好玩的真万奇异之物 那么他如果说 这小孩很喜欢这些东西 情必乐着 这个长者就想到这个 我们翻过来 而告之言 如等所可玩好 稀有难得 如若不取 后必优惠 如此种种 洋车路车牛车 经在门外可以游戏 如等于此火宅 来 一树出来 一树出来 谁如所遇 皆当鱼鲁 这时候 这时候长者就跟他讲 你呢 所可玩好 稀有难得 如若不取 后必优惠 就是 你们所想要的东西呢 很难得 如果你先 我先来准备给你了 如果你不赶快去取 以后一定会后悔 是什么呢 如此种种 洋车路车牛车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 洋车是 批语这个 神闻神 路车呢 是批语 圆觉神 牛车是批语 菩萨神 就三圣 三圣人 如此种种 洋车路车牛车 经在门外可以游戏 现在呢 在这个门的外面 虽然这个 这个门很小 但是我在这个门的外面 给你 这些车放在外面 让你去 让你可以玩 所以呢 你只要走出这个门外 就可以玩了 所以 如等于是火宅 赶快要出来 移速出来 那么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了 谁如所欲 皆当于如 你要什么车 我都给你什么车 这就在批语啊 批语说 这个先用 他看他想要什么 就赶快要给他什么 那么他才会 从里面跑出来 好 虽然要给他的那个 好 不是目的 不是不是目的 可是暂时 先让他赶快 离开这个 生死轮回大海 好 所以 如果我们一下子跟他讲 这个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一下子跟他讲 成佛之道 这个小孩子听不懂 听不懂的 所以你要跟他小孩子 你要给他一点引诱的东西 好 他才听得懂 而且还会拼命跑出来 好 拼的命都会跑出来 好 所以呢 依着个人的根性 讲不同的法 好 生文人就跟他讲 苦即灭到 好 世间苦 因为生文人他就会厌离这个苦 好 希求这个解脱的涅槃 好 那跟他讲这个涅槃 那么 原觉人的根性呢 就跟他讲十二因缘 因为原觉人的根性比较利 利根 他会好求法 好 生文人是在苦即灭到的苦上 先入门 他会先体会苦 可是有些人的根性 觉得不苦啊 那就是原觉啊 原觉他福报比较大 因为他福报很大 所以呢 他体会苦没有那么深刻 他想用的东西很多 好 可是你跟他讲苦即的即 就是我们呢 这个烦恼 是怎么来的 我们这人世间 是怎么样子造就五蕴色神的 我们呢 这个宇宙人生是怎么来龙去脉的 哎 这个原觉人就有兴趣了 他会好法 因法他就会去追求 所以你跟他讲十二因缘法 他就 他就会去用功去修了 好 但是你跟他讲苦 他不见得会想修原觉人 好 那么菩萨圣的人呢 是在道 苦即灭道 在道 在道上 苦即灭道的道 好 做出入门 因为他是想要救度众生 他有大菩萨的心情 好 他有菩萨的那种心肠 他会为了众生而去修 好 为了众生而去修行 好 所以这三圣人他各种不同的根气 好 洋车 怒车 牛车 前面他所讲到的 为大火所烧 就是在比喻 我们这三界火灾 三界就像火灾一样 好 那么前面的经文是说 我及诸子若不识出 好 就是意思是说 假设不赶快出来 他是在比喻说 如果不赶快出离三界火灾 那么后患就无求了 你不赶快 这时候赶快跑出来 后患就无权了 好 所以就会必为所焚 那么佛呢 他事先就知道 知道 诸子的先心更有所好 那么 就是 佛呢都知道 都知道众生他过去生中 他的根气 他喜欢什么 那么佛呢就用什么来度他 所以一定要知公众生之根气 才有办法教导众生 所以你遇到一个善知识 大善知识 遇到像佛这个大善知识 那是累积也修来的大福报 才有办法遇到 好 那但是呢 我们虽然现在没有遇到大善知识 但是呢 我们遇到了其他的善知识 我们心里要有欢喜心 好 也要非常大的欢喜心 好 然后 慢慢的修行 那 以此功德能够回向生生世识 都能够不离佛法 直到最后解脱成佛 好 那我们呢一定会遇到佛的 好 一定会遇到佛 我们下来再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来再见 我们下来再见 パチャ 我们下来再见 全住